台湾举办了一个就是跟电动车相关的制定法令 而且还有产业整个联盟的 由中央主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形成 我想台湾的这个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了有非常强力的这个意志力在执行那种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随着这个电动车价格 不断的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各都会区 电动车的比例似乎是越来越高 台北街头或者说台湾各大城市的街头 各位看到过去好像只有一个品牌的电动车 就是T字开头的 但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各位可以发现 各个不同品牌的电动车也开始出现 尤其是今年这个纳智杰的N7 我在台北街头已经看到很多次了 可见这个各家电动车都开始上路了 那这会不会开启台湾电动车的战国呢 同时各位看到 红海跟玉龙合资的洪华仙境 他们的电动车代工模式 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全世界 也开启一片战国的市场 今天我们要针对这个关键议题 请到资深的很成功的投资人 林世忠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谈谈他的看法 同时呢因为毕竟世忠兄来了 我还是要问他 整个投资的策略跟理念是什么 帮各位来挖挖宝 今天我们请到了世忠兄 世忠兄你好 沐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世忠兄我知道你很看好电动车 对不对 是的 很看好这个产业 可以先来告诉我一下 我们为什么能看好这个产业 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看好的最主要目标是 架构在我现在能够掌握的 投资机会上面 他有对标的 在台湾有上市的公司 这样我才会看好他 OK 所以也是要有标的才能看好 对不对 是啊 因为毕竟我是做投资的 是做投资 那整个产业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比如说从静零台放到 这个汽车智能化 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趋势呢 是啊 我在想我们看任何事情 从系统性的角度 这个结构来看 对 静零碳排的要求 这个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必须要遵守的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另外一个就是汽车的智能化 智能化 我们先不讲它自动驾驶的这一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还需要 法规的完备 但是我们都眼看着 现在汽车它越来越让驾驶人 不管在驾驶的时候 或者是在视听的 或者在娱乐 或者在功能上面 它都有很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导入 我想尤其是这两年AI的进展 让这个趋势又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在这两大趋势的发展之下 其实纯电动车 它还是比油电混合车 或者是燃油车 它更是一个直接的 更好的解决方案 OK 好 那其实这个特斯拉在10月10号 也要推出它的这个robot taxi 对不对 中国大陆那个百度的萝卜快跑 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很多城市试软了 那我可以看到就是说 未来进入到所谓的完全自动驾驶这个时代 似乎那个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像您刚刚讲的AI的一个发展 也加速了这个进程了 的确是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除了这个刚刚谈到的整个大趋势 其实是很favor这个电动车以外 那当然台湾最重要 您刚刚讲对标的 就是一家公司叫做洪华先进 那洪华先进据我知道 是育龙跟洪海大家合资的 那当然洪海占股比较大一点 应该是洪海在主导 那育龙最主要是帮它带做代工 就是说它整个所谓的电动车的一个代工模式 第一家是先交给育龙 就是这个所谓N7 那不晓得这个大趋势 您觉得这两家公司合资的洪华先进能成功吗 这样子讲 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场域 台湾的南北距离大概500公里左右 其实是从这个里程上面的考量 还有人口密度的角度 还有这个从城市化的这种比例来看的话 台湾几乎是全世界最适合发展 纯电动车的一个场域 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半导体 一直到洪海的这个强大的制造能力 还有我们这个在汽车产业链的供应链 其实也是非常的先进 所以这几个条件 我认为在台湾先做一个智慧化城市的示范 然后发展到全世界 这个商业模式是非常可奇的 好 那像美国这种地大物博的国家 从一个城市开到另外一个城市 可能就几千公里远 是不是比较不适合电动车呢 基本上在目前的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 受限于这个里程部分的一个补及 所以的确是城市化的区域比较理想 的确是这个样子 就是城市越密集的地方 越适合做电动车 不过到了后期的话 如果前面的普及率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些算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区域 的基础建设 就好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偏乡 我们的高山上 你还是要建立这个5G 就是让行动电话可以通话 它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考量 这算是一种民众服务的一个考量 所以这个如果说前面的普及能够达到 从城市化开始 到最后连偏乡的部分 依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为什么您看好这个洪华先庆 这家公司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它的历程 它的背景跟它的历程 我们就不赘述 最重要的是今年的洪华先进的半年报 它呈现出来了毛利率18%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这边它半年报已经出来毛利率18% 这个数字 而且在第二季的部分 它的亏损幅度大幅的降低 相较于特斯拉目前的毛利率是17%左右 我想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国际的水准 OK 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毛利率 我记得它最高的时候曾经在25% 是 那为什么特斯拉毛利率会一路掉到17% 是不是也是因为 大家在这个电动车这个市场上杀到建股 也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已经是 一直在杀价的情况下 使得特斯拉毛利越来越差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 中国引进了特斯拉到上海去建立超级工厂 那成就了中国的这个电动车零组件的供应链 那这个供应链呢 它也成就了中国的电动车的整个产业规模 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工程掠地在全世界 对啊 什么比亚迪啦 理想啦 小鹏啦 对不对 甚至连这个小米的电动车 现在卖的都吓吓叫 好像一个月都一万辆了 小米的电动车 对 超过了 对 超过了嘛 是 那一般呢 当然在解读上面 大家就会觉得 那谁拼得过中国市场 对啊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讲 市场 我们非中国的部分施行的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产业制度 那中国呢 比较不是以市场的这个机制为依规 因此全世界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公平的竞争 对 陆续升起了这个以关税来做这个贸易上面的一个抵制 美国就百分之百的进口关税 事实上这个动作 升起关税这只是第一步 这在为非中国的体系建立一个时间跟空间上面的一个条件 当然全世界还是必须得发展纯电动车 因为这个结合绿能才是终究2050年净零碳排达成目标的一个最终解决方案 因此我看好的是鸿海在非中国系统上面 他有了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我随着这个最近鸿海的股东会也释出了讯息 跟日本车厂有合作的这个可能在下半年会签约定案 那这个事情我想我相信的是刘洋伟董事长 他的一个评估跟判断 所以从这个基础我们开始去找投资机会 好 那您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鸿海他的一个战略到底是什么 CDMS跟BOL 为什么他会成为全世界最佳解决方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产业规模的行程需要的就是出海口的量 对 那你如果是由各传统车的公司去建立这个 他的产业规模 我们看到发展了十几年的电动车 不管美国的通用福特 日本的几大车厂从丰田 到他的这个亨达还有这个米桑这些这些企业 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讯息是他们都减缓了电动车发展的投资 是什么意思 表示他们在量产上面在成本的降低上面 他们的能力不及中国市场 就因为这个 所以他们就退却了 那我们爬梳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规模不够大 那鸿海他建立的CDMS 就是委托设计制造服务 他不做品牌 他就做所有品牌的代工 很像手机的这个产业 就跟手机的这个概念一样 我想我们投资的并不是技术 鸿海他只是做一个整合 我投资的是他的商业模式 还有BOL 汽车它的重量 还有未来智能化的发展 它必须要联网 联网它会完全掌握了个人的隐私的数据 甚至呢 如果你牵扯到重要的官员的话 这又是国家安全的考量 在未来智慧车 智能车 以至于完全自动驾驶的这个过程上面 汽车工业 它会越来越有国安的考量 那基于安全还有产业发展的模式 这样子都提供给鸿海 作为全世界车厂的一个共同解决方案 最佳合作对象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好 所以您讲到这个数据资安 就有一点像是这个台湾的半导体 跟所谓AI伺服器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有数据资安的部分 所以本来中国大陆接的一些订单 全部都跑来台湾了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慕华兄说得太好了 我想那个回答的黄仁勋都提到 在未来的进展之下 每一个国家必然会需要拥有主权AI 对 那主权AI的核心是数据 对 那所有智慧化城市的发展之后 所有的数据 它建基于每一部电动车 回馈给这个管理单位的所有的这些 巨细民意的数据 那你想啊 这个是不是牵扯到资安跟国安的问题 是 好 那台湾的整个电动车产业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目前电动车整体而言 确实如您所讲的 今年我看到福特 包括通用都宣布了 他们要减缓电动车的投资 所以看起来电动车这个产业 除了中国大陆现在蓬勃发展以外 似乎其他地方都遇到了一些瓶颈 那您觉得台湾我们的机会最终在哪里 从一个新兴产业的这个崛起来看 有一个数字 这个叫甜蜜点的数字 叫做市场渗透率5% OK 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市场 虽然全世界有减缓的这个现象 如果我们看台湾市场前7月 前8月的这个销售量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的电动车的渗透率 所谓渗透率就是总销售量 台湾一年大概40几万部车 但是电动车的销售率 它在去年达到了将近4% 3%多 可是今年的前7月份统计起来 已经达到7%了 是我们已经到7% 那已经超过5%的渗透率的一个甜蜜点了 没有错 据我的印象就是上半年的话是 大概有20几万部的销售量 然后电动车好像是有达到了 详细的数字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说 照这个比例的话应该差不多 1万多辆将近2万辆 对不对 1万5千辆左右 对应该这个数字 如果有7%的话 对请大家查证一下 那这个是我大部分只记得结果 因为这就是连接到刚刚在讲的 台湾现在如果从渗透率的发展的 这个趋势动能来看 生机盎然 其实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在每天的这个经济日报 工商时报的版面上 经常会发现 台湾现在已经完全由政府主导 在产观学上面 全力发展 纯电动车这一局 我是看到了已经具备有相当好的成熟条件 尤其如果大家再追踪一下 好像是8月19、20、21日 台湾举办了一个就是跟电动车相关的制定法令 而且还有产业整个联盟的 由中央主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行程 我想台湾的这个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有非常强力的这个意志力 在执行当中 好 所以台湾是具备这个电动车市场 不断成长跟发展机会的地方 对不对 就您刚刚讲现在已经7%了嘛 那未来如果到10%到20% 那一年如果是40万辆来讲的20%的话 就是8万辆了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市场的规模是看得到 那另外呢这个出海口的部分就看这个洪华先进 这个所谓委托设计代工的模式能不能成功了 那应该在全世界现在目前电动车战国时代 看起来台湾是具备机会的 那也怪不得世中兄就认为说洪华先进这家公司是直接大家参考 那世中兄我想请教您 您是怎么样研究投资在这么多的公司里面发掘您所有兴趣 而且您认为有潜力的产业跟或者是个别公司的呢 您的投资理念可不可以最后告诉我下午 我们您的策略跟方向是什么 我想如果从我最早期做法当然是看股价涨了以后 然后再去揣摩它是不是拥有很大的机会 先从股价发现趋势 但是问题是股价的表现永远落后于这个业绩的表现 永远是落后于产业发展的前端的这个迹象 因此我在想追逐股价我也花了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发现到最后徒劳无功 我曾经每一年的获利率 好几年我的获利率超过十倍 百分之一千吧 您是说一年就十倍啊 对啊 我在前面初期的十年当中 我有好几年都能够每年我的获利率十倍 当然可能加上融资 那就是找到很标的股票耶 可能加上融资啊 或者是加上某些杠杆 反正有一个这个这样的做法 但是最后我还是把赚来的钱通通赔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当时我检讨的为什么 因为我总是落后的去掌握市场趋势的资讯 我只是跟着趋势在逐利而已 那逐利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 股票市场上有两种财富的来源 一个是上市公司它创造的利润 分享给每一个股东这个财富的成就 第二个就是在股价的涨跌当中 这种波动当中去 我们靠每一个我们的投资技术 技术操作上面去获利 可是我们都知道啊 技术操作的获利 这种短的波动里面呢 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赢家就必然有输家 从短期上来看 可是从长期 你跟着公司创造的获利 跟着产业趋势的脉动在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意代劳坐享其成 而且不用疲于奔命 这就是我后来发展出来的投资策略 就是从最终产业趋势跟基本面着眼了 对 应开始就比较从技术面价格面着眼 现在就是开始 经过这一轮的十年的思考之后 转变的方向 是啊 所以最近的这二十年 我比较能够得心应手 生活各方面也过得自在 OK 那既然不从价格面或是技术面 去发现好的股票 或者说这个标股的话 是不是您就平常就不太看盘呢 还是说您也是看盘的呢 的确我平常 我尽量不在盘中看盘 您刚刚说的这个价格 我不关心的是短期的价格波动 但是它收盘以后的收盘价 这个价格对应到它的价值 价格如果是属于贴近价值 或者比价值还要低估的时候 当然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再请教您 那一般的投资人要如何 进入到您所讲的 去发现好的公司 在价格还没涨升之前 它的产业面跟基本面是对的呢 他们需要做哪一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是蛮复杂的 请您简短告诉大家一些重点 好 最大的重点我想要说的是 如果每一个人 我们从小学启蒙到大学 我们总共光小学开始 我们就花了16年的时间 然后拿到了文凭 我们主要是要拿一份工作 可是很多人觉得工作收入不够 因此想用资本市场的投资理财 来成就另外一个退休 能够安稳退休的财富 没有错 重点来了 问题是这个财富看起来 它的规模要比我们的工作收入 应该还要大才对 那你想这个基础 我们我认为给投资朋友 最佳的一个角度就是 如果没有花20年 因为前面为了一份工作拿文凭 就要花16年 那如果要在资本市场上建立一个 可以这个以疫代劳 又可以轻松获利的方式 其实没有轻松的事情 只有得心应手 但是要能得心应手 我建议大家是抱着20年以上的打算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但是目标放远 时间的这个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建立 我们长期的投资能力 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得到 好 我想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是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的 当然因为施东兄时间的关系 我相信他有这个非常多的东西想要告诉大家 但是他用最后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非一处可及 我个人非常认同 这个投资需要时间跟投入的 是需要你磨练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一句话或是短短10分钟20分钟告诉你 你怎么变成投资大师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那个人肯定是骗子 我想刚刚施东兄就已经把这个真谛告诉大家了 希望我们有志于在投资市场成功的人 都能花自己的精神精力 真正全力以赴进入到这个投资领域 终究就像施东兄所讲你会成功的 今天非常谢谢林施东先生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收看 我是阮木华 我们下次见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欢迎订阅节目频道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周一到周五 Like Today的理财影音分类 准时上线